方才都急死我了 我没想到 他把我带到你这儿来了 是我疏忽 差点就给姐姐惹来了祸端 你真的做了霓妾 太危险了 我一直想不起那霓妾上的自己 又不见大王追查霓妾的动静 我一时心急 想用黄泥医这记忆 把那霓妾做出来 看来真的有人在暗中窥探 你太大意了 怪我 报仇新切急于秋成 还好 幸亏妹妹应付得滴水不漏 不知是我的运气 还是有人诚心想要帮我 什么意思 这福洁之事 应当让大王知晓 你要不提 我还真没想到 可是大王他能信吗 这 事情的头尾都能连上 该算是有凭有据了吧 要不你去与大王说吧 我还是不要去说了 免得大王多信 好 国美人被禁足了 听说大王还专门派人去训斥了他 这回他可是没逮着狐狸 反惹一身骚 这次算米月他们运气好 碰到国美人这么个缺心少废的 下次若犯到我手里 定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逃掉 也不知是谁给国美人通得丰盛 不然他心思比麻绳还粗的一个人 怎么会留意到别人屋檐下的显示 那也只能怪米月仗着自己是王后的心腹 形势太过张扬 夫人 怎么说 你下去吧 是 姐姐这是 一封家书而已 姐姐近日收到家书总是心情沉郁 难道是家中有事 父母年老多病 收到家书 难免会有些伤感 女子远嫁 从夫从子 纵是有故国之私 也要放到后边了 姐姐认为我说得可对 对 妹妹说得是啊 天色不早了 妹妹先回去了 你们也早些歇息 妹妹慢走 姐姐慢走 姐姐 心上说些什么 她说她会尽快将这福节归还于我 即使有什么差池 她也早有万全之策 大王 芈月求见 不见 是 等等 让她进来 是 你 拜见大王 你来做什么 芈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 何事 芈月终于想起 那义渠王手中伏结上的字迹了 大王不想知道 那是个什么字吗 何字 芈月用了些方法终于想起 那是个卫国的卫字 大王 此事重大 该立即寻根究底 找出那背后作怪之人 芈月 这些天你已把后宫 搅得天翻地覆 寡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你去了 你却不识时务 不知进退 一味胡闹 你从义渠草原回来 已有大半年之久 突然信誓旦旦地说 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 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可有一个卫字 你记性好 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 现在想起来再说 谁知是不是心机多梦 梦中生患 寡人最恨后宫无是生非 我问你 我问你 是不是王后让你来的 不是 王后并不知晓 王后还算有分寸 大王若我不信 何不在后宫核查 嫔妃们手中的符节 那便可水落石出了 大胆 你个小丫头 在寡人的大殿里胡言乱语干涉朝政 母监 在 还不给寡人把她撵出去 是 芈月 快走 出去 快走了 快走快走 大王为何不信我说的话 大王不信自有大王的道理 难道大尖也不信我说的话 老奴信不信并不重要 那你昨日为何要帮我 老奴何曾帮过你啊 大尖 回去吧 小时 老奴听人讲 说这天 会塌下来 吓得老奴 是日日都在望着天 直到今日 老奴才知道 这天 塌不下来 你自己 也别跟自己过一步去了 回吧 啊 大王 那小丫头脾气太倔强了 大王放心 在宫里多打磨几年 就好了 寡人怕她不知进退 闯出祸来 以后 你要多盯着点 是 大王竟然不信我说的话 大王最恨后宫 有人多事 这哪里是后宫的事 这明明关系到大秦的安危 既然大王都已经发脾气了 此事还是先放一放吧 免得阴小失大 大王发了脾气又如何 我又不需要她的宠幸 更不图她的恩惠 等有一日我抓到仇人 我即可出宫 妹妹可以说走就走 姐姐怎么办 幸亏妹妹告诉大王 此事与我无关 不然大王数不定会疑心 恕我在背后惹事生非 兴风作浪呢 大王 王后来了 难道王后跟那个小丫头一样 不知深浅 让她进来 是 臣妾拜见大王 王后来此有何事啊 臣妾让从楚国来的乐绩们 新排练了几支歌舞 想请大王闲暇时去清凉殿做做 换换心情 好 寡人今晚有空 晚上后去吧 是 这几日 那芈月在做什么 芈月这几日忙得很 其实这些曲子 也是芈月帮臣妾选的 她在这上面费了不少心血呢 这就对了 女人嘛 细细歌舞做做女工 其他的事情少操心才好 臣妾记在心上了 大人 魏国国君派使臣给大粮造送来两马车珠宝细软 还有十个魏国美女 那使臣已经到了府上 魏国乃是我的母国 魏国国君三番五四差人送信来 想请我回国为相 但秦王对我格外倚重 眼下我在秦国也可谓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让我弃秦投魏 着实很为难 大人 您看 这些礼物该怎么办 这礼物嘛 当然也不好再退回去了 但凡有能报答魏国国君的事情 我还是会做的 是 魏王仁后 待我恩荣定计 秦魏联姻之事终究未成 魏夫人也未能复证 在下一直遇行不安 好 公孙先生不必自责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魏王知道先生已经尽力了 好 先生以为张仪此人如何呀 张仪 小人也贪财如命 此人在楚国之时便因偷盗之罪 遭朝阳报答 后来来了秦国 又妄图贩卖他的连横之说 可是他不知道 列强征战 凭的就是实力 只有一场一场的胜仗打下去 才有可能一履于群雄之上 我以为先生不可轻视张仪 此人能被秦王看重 也确实有其才华 先生性情率直 还当收敛为师 秦王吟似为人 不似孝公厚道 先生乃堂堂君子 当逢小人使奸哪 当年我公孙衍离位入秦 便是听说秦王知人而善任 如果秦王是个明君倒也罢了 倘若有一天 他变得昏溃无能 只听从小人摆布 那我公孙衍 也有什么必要留在秦国呢 魏王就是钦佩先生的率性 先生如今在大秦朝中如日中天 但人物千日之好 花物百日之虹 眼下当趁处女尚未坐稳后宫 尚未生下嫡子 先生因助公子华 早日登上太子之位才是 以免夜长梦多便生酒夜 倘若公子华能立位太子 自然对魏国有好处 但是秦王知道 此前我一直立足将魏夫人扶政 阻挠秦楚联姻 如果此事我公孙衍再出面 恐怕事与愿违啊 公孙先生 此事 别着急 那儿不还有一个贪财如命的张仪吗 张仪此人一向做事都是 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出力 我敢不如这样 让魏夫人去找张仪 由她提议立迎华为太子 我来复议 如此一来不就水到渠成了吧 先生高明 姐姐 自从上次敏月被大王训斥之后 如今再也没有人敢提挠福节了 这一关我们总算是过去了 姐姐 眼下你应该把心思放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了 先生信上说 要我们先疏通好自己的关系 该打点的千万别小气 别的还好说 就是那个张仪 我们与她肃无来往 突然上门求她办事 也不知道她好不好说话 不打紧的姐姐 那就是个贪财的家伙 我们多给她点不就是了 妹妹说得有理 嗯 这件怎么样 奴婢看 王后穿这件红色的最好看 这件红色的是好看 但要是我说 这件性黄色的更好看 妹妹 姐姐 这是宫里的绣娘们做的新衣 可不是 我让人给唐夫人 国美人和樊少使 各送了几套 给你也做了几件 姐姐一会儿啊 记着带走啊 多谢姐姐 眼下也就卫夫人和卫少使 还没送 姐姐 还是给他们也送几套吧 免得他们又生闲话 我就是不想给他们送 你知道吗 这阵子他们一直与我作对 我跟你说啊 好了 就这样 你们把这东西都拿走吧 是 是 妹妹 怎么了姐姐 朝中有人开始议论立太子之事了 一些人 像那些擅长游说的客卿行贿 游说大王和朝中重臣 要立公子华为太子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那些游说之士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游走列国呼风唤雨 搅起风云无限 因此 让公子华当上太子 也不是不可能 据说这些钱 都出自魏夫人之手 姐姐还知道什么 听说魏夫人下重礼的人中 有那个最会游说的客卿 叫张仪的 怎么会是她 你当日被义渠人抓走 大王就是派她去游说义渠的 用六百车粮食把你换回来的 她的口舌功夫 也由此在朝中有了名声 张仪对我有恩 是啊 我知道妹妹与张仪的交情 所以想求妹妹出马 让张仪千万不要帮错了人 此事重大 我不知道张仪肯不肯帮忙 人人都知道那张仪爱财如命 不就是送钱吗 魏夫人送多少 我们送多少 不会亏待她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张仪这个人看似无德无行 但实际上却是凶有秋贺 极为自负 她如果爱财 以她的能力她只会自取 绝不会为钱财所驱使 如果单纯只是以钱财贿赂她 只怕会得罪了她 适得其反 那怎么办 姐姐别着急 既然这个人难以为钱财所驱使 那魏夫人的钱财也未必能打动得了她 过去我一直说不再与她来往 她却不以为然 看来她是说对了 天花无穷各有所贵 或阴或阳或柔或刚 或开或闭或吃或长 是无声一手 先生 有位宫中来的女子求见 先生 先生有位宫中来的 我送毒之时万物搅扰我说过多少次 让她留下明帖就行了 先生 她说她是先生的故人 来给您送礼的 送礼 对 故人 对 快请 是 好 芈月 多日未见 张子 礼呢 你怎么两手空空就来了 好 这是一袋晒干了的木西花 蒸饭烹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 倍增香气 这一袋是朱与子 随身佩戴驱邪去饿 倍增香气啊 驱邪去饿 就这两样东西你就把我打发了 我到你这里来 还要请求你给我支点迷津呢 你这哪是送礼 你这分明是讨债来了 我还未张口 你怎知道我要说些什么 来 来 来 不就为了这个 张子是神人 难道你也听说了 我被大王训斥之事 宫里刮点小缝 宫外就瓢泼大雨 这事能瞒得到谁啊 你是过于心急了 大王做事自有他的道理 你只可顺势而为借力打力 莽撞只能坏事 可大王不信我说的话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信不信得看最后的结果 眼前的东西都不足以 作为最后的定论 多谢张子提醒 好说 我还有一事 要请张子帮忙 蜜月啊 这我可得说你了 你我虽说有交情不假 但交情交情 是要交来交去方能有情 要不然就像花钱一样 一味使用是会花光的 这事张子先不要毁绝 听了再说 听说最近有人花重金 拜托张子行游说之事 对吗 不错 那有何办法 能让张子放弃对方的托付 对方给多少金 你给多少金吗 这么简单 我仅仅闭上嘴巴而已 那要是请张子 不仅仅是闭嘴 而是要反向而行呢 那就另当别论了 据我所知 魏夫人托付的绝不止我一个人 甚至更有位高权重的 如大梁造公孙衍甘茂等众臣 这事难办 这 我说了 这是 难哪 天下事再难 也难不倒张子啊 张子只要答应了 王后那边定有重谢 不嫁不色 胡取喝三百禅戏 不瘦不裂 胡瞻而挺有玄环戏 比君子兮不肃参戏 张子是真君子 绝非不劳而祸之人 所以说 你这是答应我了 只要王后给出足够的酬劳 张子就能摆平此次风波 聪明 那张子要多少酬劳 你说一个太子位置多少酬劳 五百斤 我张仪没见过五百斤吗 一千斤 才加了五百 那要多少 五千斤 你 你这口也张得太大了吧 芈月你糊涂啊 我若不向王后要足了重金 她怎会相信我张仪有如此非凡之能力 她又怎会知道你芈月出力游说之不易 我若不向她要足了重金 她如何能体会我倒汤复火 力尽千能万贤 她怎会对我心存感激呢 这话似乎有点道理 哎 哎 来 你看 你看看 这身打扮成何体统啊 张仪 大良造 今日大朝你为何如此打扮 如此打扮有何不妥吗 周礼司服早有规制 诸侯与其臣疲变以示朔 朝府以日式朝 身为大秦臣子 应知官变朝府 本为百官觐见主君义政之服事 你看看你今天什么样子 偷乌官变 蓬头散发 你眼里还有大王吗 原来大良造眼中 只有衣官没有人品 如果穿戴官变朝服 就能面君义政 那这大殿上保不准 就会混进一些徒有其表 衣官楚楚之禽兽 再者说 尊不尊君王 不在嘴上 更不在脑袋上 而是在心里 纯属无稽之谈 张仪 你这个家伙 行为放浪 言语轻狂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我张仪自然就是张仪 但不知在大良造眼中 我张仪是什么人呢 大王到 臣拜见大王 免礼 好热闹啊 整什么呢 说来让寡人听听 大王 今日大朝 张仪君前无状 目无周理 举止癫狂 大王鸣谢 张仪并非癫狂 只是 头痛而已 张子怎么会头痛 张仪脑袋太重 戴不得官变 戴了就会头痛 这是何道理 因为装东西太多 所以张仪的脑袋太重 此话当真 微臣绝不敢在大王面前 打筐语 张仪的脑袋里装的 都是有益于 大秦江山设计的筹谋 大王 张仪完全是一派胡言 张子 你可不能光迈弄口舌 寡人要的是真格 既然你说你的脑袋 比别人的重 寡人信你一次 但你要把你的筹谋 一一拿出来 给寡人看看 一诺无辞 好 望张子言而有信 绝不反悔 从今日起 寡人就赐你免官上朝 但你也要记住 寡人要的是你脑袋里的东西 并不是你脑袋外面的东西 谢大王 大王 大梁子 这官变之争 本是小事一桩 你这般计较 何苦呢 今日早朝 众卿有何事要做 禀大王微臣有事要做 这几日想必大王早有耳闻 朝廷上下非短流长 众人关注大秦社稷天下 纷纷议论大王应该适时立下太子 张子的话有理 李四乃国之根本 大王 臣复义 张子所言 也有道理 后宫众公子逐渐长成 臣以为数公子中 以公子迎华圣人一筹 而且公子华是大王长子 财思敏捷厚德在务 又有军功在身 再加上 在大王的调教之下 百经历练 足以令众人心服口服 众爱卿 对此有何看法 大王 臣以为大良造之言 切中要害 公子华文韬武略 的确不二人选 论人品才华 公子华出类拔萃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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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你们都是众口异词了 非也非也 并非众口异词 微臣方才没把话说完 那些劝大王早早立太子之说 纯属信口开河 胡扯八道 张仪 你为何出尔反尔 大王明鉴 微臣方才话没说完 就被他们抢去了 在下的意思是 眼下大秦开疆拓土 正值佣人之计 过早立出 容易让公子们滋生懈怠之心 不肯再立军功 再者 大王正值春秋顶上 王后还未生嫡子 等王后生了嫡子 再意不迟吗 大王 臣赞同张子之言 过早立处 若将来王后生下嫡子 则二子之间何以相处 先王后也无子嗣 又无嫡子全赖天意 就算王后没有嫡子 也有更充分的时间 让大王将诸位年长之公子 多做比较 那些朝廷上下 鼓噪早立太子之人 说清了是别有用心 说中了是诅咒大王 望大王千万不要被他们蛊惑 张仪 你是一个无耻小人 臣以为 张子之言虽然激烈 但的确有可取之处 既然立处为国之根本 大王还要严谨考量 给朱公子更多历练机会 慎重而行 大王 立四之事 事关江山社稷 臣以为已早不已迟 大王 立太子又不是赶集卖货 没有早晚 只有时机好坏而已 张仪 你翘蛇如簧颠倒黑白 大良子 你貌似攻心口是心非 你 我怎么 好了好了 不要再争了 你们都是寡人的功骨之臣 大良造用心良苦 张子也是担心竭虑 若此事便为你们的义气之争 反而伤了众卿间的和气 寡人心里有数 立四之事就不要再提了 大王贤民 大王贤民 姐姐 你找我 妹妹 快 来 妹妹 那五千金果然有效 恭喜姐姐 我听说张仪 可把那个公孙衍气坏了 公孙衍下朝后 对她的手下说 在秦国 有她没张仪 有张仪 有张仪便没有她 公孙衍恨死了张仪又有何用 那是大王做的决断 珍珠 王后有何吩咐 你去前面找穆坚 就问大王今日会去哪里 让穆坚转告大王 就说我亲手做了楚国的菜肴 想让大王来品尝 是 内貌姑姑 你再去准备一份厚礼 是 妹妹 你代我再谢谢张仪 是 妹妹 其实这一切都是妹妹的功劳 你别往慧院去了 以后跟我住一块吧 姐姐的好意 我本不应该拒绝 但姐姐知道 我有一个幼帝同主 实在不方便住进来 有什么关系 让她也跪来一起住好了 听人说 男孩子养其重 容易让女人还上儿子 这个张仪真是太该死了 竟然坏了姐姐大事 是我小看了她 她竟敢拿着姐姐的绘金 还反过来咬姐姐 她既然敢这么做 就说明她有事无 可她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客卿 连大良造都败在她手上 今后你我不得不提防她了 绝不能这么轻饶了她 一定要好好想个法子 教训她一下 暂时还不能公开得罪她 为什么呀 张仪此人心术不正 除了爱才还寄予大良造之为 所以不管大良造说些什么 她都要反对 但是此人蛇变无双 得罪了后患无穷 那不是叫人吃了亏 还不能抱怨吗 抱怨无用 要能使她为我所用才好 怎么说 我在想 她既然能坏了我华儿的大事 说不定有一日也能成就我华儿之事 夫人 公子来了 华儿 华儿 拜见母亲 卫少使 华儿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随司马将军进宫秉侍 顺便来看看母亲 快让我看看 华儿 你怎么好像瘦了 孩儿结实得很 你可听说 前一阵子 宫中议论立太子的事 大家都看好你 若不是大王 听信了张仪的颤言 孩儿听说了 既然父王并不想即刻救立太子 母亲何苦要强求 可是论军功 论才华 这宫中无人能与你比肩 那母亲更不用焦急 让孩儿用军功说话 姐姐 公子说的有些道理 有一日 公子若拿下总统领左庶长 以此之名统兵打仗 而大王欺余诸子不安兵事 姐姐你说 大王会考虑立谁为次 可是一拖再拖 万一王后生下嫡子 皇口小儿 怎能与国家栋梁相比 来 华儿 跟母亲好好说说话 怎么 张子早知会有今日 张仪做事自然要走一步看三步 会不会眼前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也是你一人操纵 那倒不是 开始是魏夫人想要我游说大王立太子 我本无此意 可后来听说她向朝中多位重臣 一一送礼 更有那公孙衍想拿我当枪使 我张仪岂能任人摆布 那魏夫人真是自作聪明 若是人人都求道 人人都答应帮忙 那若是不成功 岂不是人人都没有责任 没错 我张仪的心胸可以容纳四海 却也会分寸计较 我跟公孙衍不合 她想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 她玩得动了 其实王后就是不求你 你也要把此事搅黄 对吗 敢问芈月如今这天下 是什么样的天下 大争之事 人人皆有争心 不争则亡 说得好 话说回来后宫之争本与我无关 张子是侧氏 要的是立足朝堂 纵横列国 不错 但后宫之事如果建制前朝 我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所以 张子不是收礼办事 你是在戒礼生事 知我者芈月也 作曲 李宗盛 柏精俠 心有情思 万千远枢 却深得一缕孤独 春花开谢 秋草有枯 声衰荣辱 如何稀疏 泥水暖 未水寒 患不悔 依然如故 尝尽悲欢 离合 人间苦 却怎么 迟迟天涯陌路 虚心俗 虚意渡 虚情再相复 愿为你 平静柔情 傲骨 望尽相思 红颜凋零处 我只愿 与你朝朝暮暮 爱如心 恨如骨 生死再相复 愿为你 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世守护 愿为你认识 Lust 愿为我认识 感谢观看